OK,好,让我致欢迎池 欢迎大家收看4月18日的弘会经济 我就回到香港了 所以这个纽伦港的一个节目 上个星期就进行了 挺难得的 Eddy在伦敦,K.O.当然在香港 所以今天K.O.也可以继续 刚刚开麦之前 除了Eddy之外 没错,Eddy没有计划 你是有计划的话就早点出声 我想我们有不少网友一直在追我们 可以再搞这个聚集 如果是这样 不过就算你回到香港 应该你也很忙 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算了,不要开空就知道 不然被人追找数 更麻烦 第一,在海外做大外宣 其实工作很忙 一向都是很难 很难有时间就抽回来 所以 你们两个先做 你们两个都可以 哈哈哈哈 看看时间如何 之前有疫情 现在 需求不是真的这么大 可以看看 先交代一下 因为我的背景 大家有印象 也能看到 有些不同的地方 整个星期 我们是星期二也做不到节目 基本上是一脊飞 一搬飞 就很麻烦 就是 选择一下 简直是 希腊神话 是不是一个 不断地把沿流体滚上山 然后轻回向下 我觉得我跟他一样 都是不断地 unlimited 不断地做回重复的东西 没有办法 雷总就问我 我说是否被业主踢走 雷总就 想得很好 就以为我是做了什么在家里 搞乱了家里 招呼的人太多了吗 太多三面孔的人死了 这样子 我也想是这样 之前我好像跟 我不知道有没有开麦当时说 但我说有个朋友就是 住在一间家里 然后就无端端就被他执带你 就赶走了 不是他没有还款 他是租客来的 而是业主就交不起 那个贷款 其实坦白说 去到上个库室 到真的有执带你 去上你家里动你 你知道这里的 这些法律的事情都不是那么容易 都不会是一天半日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其实坦白说都酝酿了一段时间 好像我听我的朋友就说 一个星期前 就是有执带你之前 其实下面已经有了 notice 那他打电话给那个代理 因为在这边租楼很特别的 就是跟美联中原 就是你未必是可以跟那个包租婆 或者包租公去直接可以联络得到 因为那个代理就很保护自己 就是就不让你直接可以联络得到那个业主 那你如果继续租的话 你都要继续给到那个执币 那他继续可以收到这个钱 但是坦白说 就是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一个惯例就是 你租完一次 那其实你自己直接找回业主 就不需要再找回中原来交易 但是这边就说回刚才的故事 就是基本上是 就是一个星期收到个 notice 他问个代理说 喂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有问题你出声 那扑加代理就说 没问题啊 解决了 我打电话给个代理 打电话给个业主 业主说搞定 交钱了 所以没事 接着来一个星期 就真的有个执带来就上来 那走到15分钟之内 把你所有的 personal belongings 或者你重要的东西 就先拿走 之后再约你一个时间 就收回你所有的 belongings 因为在这边 我香港现在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在英国 这些日落帝国的 就很尊重个人财产 就算业主没有交 就是mortgage 你的私人产权 或者是 那个 belongings的话 其实都是要拿回 可以拿回 所以就 很厉害了 那 无端端有一晚就打电话给我 他说 喂 可不可以住在你家一会儿 那我说 你都这样了 他说不能说什么 或者你都问得了 那 我说不行都不好意思啦 坦白说 那当然你都当我朋友 那样才问的 那我觉得 有时 就是 天下约彼伦 就是出外 要靠朋友 那么 不然在香港就 喝少了 雷总的粮茶 少了 击击太太的一些礼物等等 那么就都要靠 开我的朋友 所以就 都没办法 那就是 没办法的 我都是自愿的 那我说 那你没所谓啦 那你住在那里 那到我家屋呢 跟着呢 业主怀疑他 都是供不起 是很大机会 那所以就 就是 trigger了 那个break clause 就给了两个月内的通知 然后就赶我走 所以 很难找 一直在这边租房子 其实很难做 尤其是在伦敦 central 就是你在其他地方 不知道 在 Reading 在Nottingham 可能容易一些 这边的agent 就 没那么 很fragmented 就是 不像香港有 我想 中原和美联 我想都 六成 market share 可能 但是这边 就有很多 小的 不同的agent 那你 去网上 也有个 就是 类似 王业的网站 就是你可以 看了很多不同的楼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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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同的agent 就会找你 那就很烦 你不知道你之前 click了哪个 然后 他再供给你 那我说 喂 你email 给我吧 你再给我看看 很不方便的那些东西 就是 坦白说 我都不是要求 我又不是说要 这个 超级好风水的地方 但是你 最基本的 你给我个职 我看看 你给个 即是有个方向 图也很基本而已 哈哈哈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 完全是 有时候没有 我问他才知道 图也没有 有些 坦白说 就是 你们两位 就是专业人士 就是 一些 services 好些的话 其实都可以在这边 就是找到吃 就是不用这么担心 嗯 那么 当然你们不是卖楼 但是譬如做 financial services 其实 找个客人找得好些 帮你一些 就是 货币管理的客户 就是 体贴一些 那其实就是 已经找到饭吃 就是 发达我不知道 但是 就是 起码一定找到饭吃 那么这边 都真是 坦白说不论 所以就 过去那两天 就是 即是 即是 星期间开始 这样 收拾东西 那么 因为平日都要做 那么 昨天就请了 annualief 那么就 收拾东西 那么基本上 搬到 回来 然后已经是夜晚 那么 个人已经散了 那么 就今早就收拾 收拾 那么就 所以那个报警 或者一些灯光都没做好 那么我就 麻烦两位拍档就说 喂 这个zom可不可以帮手 就设计一设计 因为就是 电脑 那些网络等等 等等都没完全设计好 那么 麻烦两位拍档帮忙 那么你那边搬屋 是不是都好像香港那样 就是你收拾好一箱箱 接着搬到公司 帮你搬去新屋那些 我自从 就是来到伦敦做大外宣的时候 那就其实都 就是已经有了一个 柔木民族的概念 那么 在Ikea那里就买了一些 碎片 那就是 就是不用那些脂皮箱 因为大家我觉得有一些不环保 那当然你可以认为 胶箱也不环保 但是用了都很多次 那么 还有那些东西就 就是比较细利一些 比较坎一些 其实那些 苹果箱脂皮箱 你撞一下两三次 或者 你知道伦敦一天不下雨都 都事不行的 那你搬一搬一下 然后又下雨 然后又湿了 那整个箱又倒了 所以交商 对我来说就比较方便 所以 找了一些香港的搬运公司的 我想都是一些手作制 那就是 香港人精神 骗回自己人 不是不是 香港人精神帮回香港人 那就叫他帮忙 那就帮忙 也很合理的 这个价钱 喂 我看你的窗外面 那个露台是你自己这个单位 还是那个公司的 看下 看下都好像很大 那个露台来说 我看到有些什么 桌子 有桌子 那个空间 可以开张 桌子 都可以的 那就等你们三决一 哈哈哈 我放桌子就不对了 OK 在外面打烤烤 打烤烤又打烤烤 或者这样的 哈哈哈 疫情的时候 那时候 有些 就是 有些时候被逼要来到家 有些人在露台上 跑完一个马拉松 这么紧张吗 哈哈哈 踩单车就容易一些 但是马拉松 就是很高挑战 就是多 哈哈哈 我都跑过马拉松 就是 其实人我都觉得 这个挑战挺大 哈哈哈 那就麻煩了兩位 真是一腳踢 真的挺煩 大家搬個屋都知道有多頭痕 我也問回因為他是香港人的官民公司 都是拿回雷種的精神 很貼地地問回經濟的情況 或者移民的情況 我也問他 我說師父最近忙忙嗎 他說冬天就少人搬家 回到現在復活節附近就開始出動 其實整個租務的市場 租任市場或者是買賣樓市場 起碼是倫敦 其他地方我不敢說 但是都是冬天來說 一個是沒有事實 去到夏天就很旺 所以如果大家想找一層樓租 或者買賣的話 售賣當然去到高季 但如果你想買一層樓的話 建議在春天或者秋天 冬天等等等等這些季節就好些 我拿過東西的 一層樓的時候 就在八九月的時候 那時候是最糟糕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一人單位或者兩人單位 就是一層樓或者兩層樓 那就麻煩了 因為很多海外樓學生 都會和他一起搶單位 那些父母都好像雷種和KO 就是有錢的高層樓 那兒子說 想租一層樓 那業主就說 可以多出錢嗎 我給現金 12個月存給 那你怎麼和他鬥呢 要不我就買下來 不要租了 很麻煩 租來租去 所以就很難和他鬥 有有限的 金錢子彈 和這些無限的人鬥 那就沒辦法鬥 人比人比死人 所以就 八九月你就辛苦一點 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春天 或者粗下租 就比較好一點 那你不是可以找一些 不是一些所謂叫做 校區那些 因為我想 就是在英國 都不是說各個地方 都叫校區的 這個都聽說過的 如果你住的地方 是一些真是 學府的附近發揮來講 這個租務市場一定是 就是被 這些學生 就是 抗圍著 是不是 那 沒有的 畢重就很輕 你都知道 有這個情況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有些 不是學校的 網絡的地區 會不會 就是 就是 類為競爭沒有那麼大 因為 在倫敦的學府 當然 你最大的幾間 大家都說了 例如 LSE Kings College 其實 都還有很多不同的學校 例如 在 Kings Clause 之前 有一個 Dr.J 去彈鋼琴 給小粉紅 搞的地方 Kings Clause 其實都有一間最好的時裝學校 叫做 Central St. Martins 如果大家有留意時裝的話 Alessandra McQuinn 就是經常都有一個 骷髏骨頭的logo 那個形象的話 都是那間學校的高材生 那間就是倫敦最 其中一間最頂尖的時裝學校 所以整個倫敦 當然你可以找到外面倫敦 就未必有學校 但是 其實很多不同的大學 都是在倫敦不同的 Song One Two 當然你可以爭論說 我不住Song One Two 但是 我自己單頭來說 那就 多數如果 那就住得比較開心 一點 對於我的大外宣的工作 就是比較方便些 去到Song Four Five 除非你有家庭 或者就回一些 高學校 或公開學校 那些 還有單位就大一點 那我一房 例如 Studio 在Central 容易找到一點 那倫敦 Song One Two 就 Song One 到Britzen 再Song One Two 那些地方 就比較亂 例如Cryden 那些地方 就比較 我不是歧視那個區 或者 惡意中傷的區 但是 很多時候 你會看到一些新聞 就說 哇 無端端有個圖人 被人 踢了一刀 也有些朋友 那些聲音 哇 Eddie 你很危險 會不會 這樣被人踢一刀 永遠都會 到到地方 有神經路 或者什麼 都會有這樣發生 但是 南部 那個機會 就比較 稍微 那 東部 就 好一點 但是 都是 東和南 就比較 雜一點 北和西部 就 有比較有錢 傳統一些 貴區 就是那些地方 嗯 整個祖母子 長了這樣 OK OK 那 KL上星期 出差 就是 母兒山都是一個 我曾幾何時 我老婆 哄我 陪她回鄉下 那時候說會去 出差當然我沒有去 那你就代我去 OK 拍照出來 真是 中國的山水 真是沒得頂 就是 我今次 跟太太去拉斯維加斯 看山 因為大峽谷前 就 當然我也去 就是 那兩個 水壩 當然也有水 但是 就是 中國的水 其實就 真的 不同樣的 就是 有些 叫做 秀麗的 是 真的 真的不同 是 環境是幾好的 那 還有 他都叫做 很多不同的 景區 這樣 那 不同的景區 的景點都幾不同 例如有些 就很糾纏的 那 我第一天走的 就是 一個 很斜的 一個樓梯 那 八百多級 就走了 四百多米垂直 那 所以基本上是 去到 手腳並用 這樣 有幾段是 手腳並用才上去 這樣 那 相對就 挺漂亮的 但是第二天 反而是 就是 相對來說是 平一點的 但是 就 原本以為 上山上 天氣應該是 很涼爽的 應該 我還帶了一些 長袖衣服去 誰知道 都已經是幾熱了 想不到 這個 都還是4月 但是已經是 尤其是 第二天 就不是 這麼高的地方 就沒有什麼風 所以 都 都很熱 還有就很濕 你看到 有很多 綠色的東西 那 就是當地的 濕度 都很厲害 嗯 還有 就有很多 青台和地衣 那你都知道 這些東西 通常都是在 很好的空氣那裡 才會生長 嗯 所以是很舒服的 嗯 去之前 其實我也 雙風感冒了一段時間 然後 都有一些鼻敏感 還有一些鼻水 去完幾天之後 各地的水 很多 就是 這麼誇張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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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都不錯的 都挺好的 是啊 挺好的 那你在那邊 武賢山玩了多久 你說你有兩天 就是兩天 嗯 主要是一個週末 就是 星期六 星期日 那我們 我們是 星期五的時候 就 因為其實路程都挺遠的 嗯 首先呢 我就在 星期四就在深圳開運會 嗯 就搭高鐵去了福州 嗯 深圳去福州都 五個小時 四個半 四個小時高鐵 OK 接著在福州再搭去 最近這個武賢山那個站 都搭了 差不多一個小時左右 OK 然後再在那個站 再轉了半個小時 那就去到武賢山的景區 嗯 所以都 那這次你是 是跟公司同事 就是 這個不是一個 那些什麼 就是偶爾的那些 大活動 類似的 類似的那些活動 那些活動 哦 那你們總共是 有多少人去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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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幾個 我們有十幾個 那這樣也不算很多 那就是 那是你自己的部門 是的 自己的部門去做 是 就不是 就不是一個 就是整個公司幾千人去 幾千人就不行了 嘩 那些真的不行了 差點 就是 迫爆了那個 景區 哦 OK 那聽說的話 那也不錯 因為我太太也是福州人 那她的鄉下 那時候就是福州 所以她說 那時候經常說 我們呢 就是 你跟我鄉下 我們可以找時間去 這個武賢山走很近的 那聽說 其實 又的確是 都很近的 你說 她從福州搭到一個小時 加上再播一程 都是半個小時 過半小時而已 不過就 當然了 那一次就 只是 見她那些鄉親父老 基本上 就已經是 都沒有了時間 已經是 你說起 你太太是福州人 我們走那程 就搭飛機回香港 那 整機都是那些 就是大媽大叔 一代二奶奶 又吵 那 怎麼知道原來很多人 她是飛來香港 然後轉機去紐約 啊 那就是一個 就是 就是 然後她們說 有些說起說 原來在美國那邊 是很多 就是 鄉下的福州 那其實他們這一堆 都是 不知道為什麼 又會這個時候 就是回去探親 探親就回去 這樣 啊 其實為什麼 為什麼美國是這麼多福州人 呢 我想這個 也是 怎麼說呢 因為其實 我也說了 我太太是福州人 他們那個鄉 在紐約那邊 都很多人 欸 夠了嗎 我也沒有時間 麻煩你 Eddie幫我時間 我自己 沒有時間 認真記住 好了 先休息一下 回來再說 我老婆那邊 數她家裡的東西 OK 等下 停錄了